当您了解美国心脏协会指南中有关测量血压与测量结果 心脏协会推荐使用上臂自动绣带式血压剂 测量时使用良好背部支撑的椅子靠着椅背 手臂放在桌面上 您的腿不应交叉应平放在地面上 先按启动血压剂电源键 上臂避免有衣物覆盖 将绣带带在走卧上方 下缘离走卧大约一行字间距 让绣带均匀的裹颈上臂 让绣带下缘只能伸进两只手指尖时为合适 确保空气管在手臂前中央不受挤压 掌心向上 修带中部与心脏在同一水平 稍等片刻 再按开启键 血压剂开启测量时 请保持镜子不动 绣带充气并随后缓慢泄气 血压剂将在此期间获得您的测量值 读素完成后 血压剂的数字面板会显示您的血压和脉搏 这里的数字面板显示 收缩压108毫米拱柱 树脏压63毫米拱柱 接着的数字面板显示心率每分钟67次 测完血压后请将结果记录下来 休息一分钟后再测量一次 这是美国心脏协会目前仍然使用的高血压分类 我把它翻译为中文 并且还提供了美国心脏协会的网站 上面有更多的关于高血压的科普知识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世界卫生组织对高血压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 但总的来说 对高血压的干预和治疗 因个人的身体状况而异 一旦发现血压升高或不稳定 一定要咨询您的医生 对高血压的干预和治疗